今天的總數陽性個案是505宗 這些個案包括了34宗輸入性個案 雖然是核酸檢測和快速檢測陽性個案 兩個數字都是上升 但是快速檢測陽性個案上升的幅度就更加多 快速檢測陽性個案有個PCR的抽氧調查 在那裡找到有比較大比例的人士 最近一兩天的抽氧調查都是陰性的 我們也不排除有些個案可能是誤導性或者虛報的資料 所以如果這些個案找到是陰性的話 我們也會刪除個案 在505宗個案裡面 有41宗是在家居檢疫的時候找到的個案 另外就是有22個個案是我們主動檢測找到的個案 例如是Central或者Iron Ferry那些個案 另外這些個案其實都是在社區 各個區區都有的 都是比較平均的 不是說有一個特別在某一區是特別多的個案 我們都排除不到現在是否一個真的上升 所以都是要再觀察多幾天 在學校來說 今天就是有39宗陽性個案 就是有35間學校的 在Central那裡就多了4名確診人士 另外Iron Ferry是多了兩個工作人員 以及有15個顧客是確診的 我們還有一部份的人士 都是相當數目的人士 我們知道他們都未做這個強制檢測的 政府會繼續全力追蹤曾經到過有關地方 是可能受感染人士 都會跟進這些人士是否遵從這個檢測公告 確認測試報告是陽性 宣測試我們驗到陰性的比例 大概這幾天是15%至38%左右 大概可以去到三成 這個跟我們早兩個月 大概核酸的比例 我們叫做假陽性 比例7%是高了的 我這裡也要提醒各位市民 我們在抗原測試平台的報告 一定是以今天驗到陽性 你今天報告24小時之內 我懷疑也有很大的機會 就是很多市民由於我們5月31日 疫苗通行證 區市可能他們都用那個方法 就情報一個舊的數據 如果我看回市民的查詢 很多時候在2月或者3月 曾經檢測陽性但沒有情報 其實最容易的方法就是現在去打針疫苗 都不要嘗試提供一些假的資料 為了想拿到一個現在的康復紀錄 如果刻意提交假資料 是有一個法律的責任的 下方現在的康復紀錄 在2月8日 有一個身體的報告 在2月11日 大方9日 全台的記憶 答案 目的方法 大方9日 前方9日 成為